终于散其事必先立其器 我们要拍摄教学影片之前 一定要准备好四个工具 第一个是摄影机 第二个是麦克风 第三个是脚架 第四个是优良的环境 那第一个就是摄影机啦 摄影机准备会不会很困难呢 需要很专业的摄影机吗 不用我们只要准备手机 因为手机现在科技很进步啊 都已经有4K的画质 我们只要用手机就可以拍摄出很清晰的影片 像你现在看到的影片就是手机的哦 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麦克风 你一定想说 怎么会需要麦克风 手机就会录到声音了啊 不不不不不 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手机很容易去录到整个环境的声音 比如说这时候有东西经过啊 桌子啊 或者是桌子在那边卡卡卡的声音 也会都被录进去 这样子学生啊戴耳机上课的时候 就会哦一直有一些干扰这样很不好 所以一定要有麦克风 来让学生可以听得更清晰哦 第三个东西呢就是脚架 相信大家平常也有使用脚架的经验吧 脚架呢可以固定画面 避免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突然有些倾斜 或是有些晃动 导致老师讲课突然被打断了 那就不好咯 第四个东西呢就是 优良的环境 有优良的环境呢可以让学生更投入在课堂之中哦 那要怎么寻找优良的环境呢 我们不用去租太贵的摄影棚 不用不用 我们只要用心去寻找 优良的环境就会降临 像这样这么优良我们找一个采光行 光线行 而且没有噪音 背景单单纯纯的 就是一个很棒的环境哦 相信老师都已经准备好拍摄的工具了吧 那我们就进入拍摄步骤咯 可能很多老师都是第一次录制正式的 录影 所以 别担心跟着TeacherAndy的脚步走 第一次做网路影片就上手 第二次发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